眼前舞台看似华丽 但球体道具却得靠人工手推 歌手乍看之下还以为是天王周杰伦 演唱周董经典歌曲《伴兽人》 但其实他是杰伦宇宙最狂分身黑伦 黑伦靠长相蹭天王热度 在抖音平台上超过111万粉丝追踪 甚至开启巡演足迹遍布广东山西各地 还出现山寨版的梦幻组合 同样因为神似周董走红的周炳伦 搭上本尊巡演足迹搞起全国巡柄 先前两大山寨周杰伦合体同台 噱头十足 而黑伦最贵入场费高达6000人民币 约2.7万台币 跟正版周杰伦的2000人民币相比 还要多4000块 从法律工作者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其实进行一个商业性的模仿 其实他侵权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大 面对模仿者周杰伦曾豁达的说 每一个地方的多重宇宙轮都是真的 都是努力在生活的轮 网友直呼就算本尊来了 恐怕也只能排第三名 但也有人质疑模仿演出侵权 也是道德绑架周杰伦 微博出现大量炮火 现在也传出黑伦饱受舆论压力下 宣布暂停7月巡演 成也流量 败也流量 三立新闻 杨俊宗报道